好的 感谢吉瓦斯在新竹为我们掌握的最新状况 紧接着我们要来看到在北部的桃园复兴山区 目前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把时间交给连线记者TheRus TheRus请说 好的 主播 现在记者是已经来到了桃园复兴的山区 虽然米拉克台风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登陆了中国福建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在北部的山区 是还有零星降雨的一些情形发生的 但是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民众是冒雨前来上一山 希望可以浏览风景 散一散行 稍早我们也访问到了游客 来看一段稍早的访问画面 还好咧 我们来的时候也是很担心会下雨 但是来到这里只是毛毛雨 天气也有太阳 不错 你们是都约好一起上来这样吗 对 就是打算来这里就不会啊 大家一下下吧 虽然目前雨势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还是要提醒民众 中央切香局仍然是针对桃园市全区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因此民众如果要上山游玩的话 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状况 特别是因为山区的路是比较崎岖颠簸的 再加上有些地方是土石易松洞的地区 所以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那么以上就是原市新闻记者热死以及已故在桃园复兴为您做的连线报导 好 好